我們看這題目 給予等差數列首項為125 第10項為89 則第一小題 第幾項開始出現複數 那麼我們先看第一小題 首先已知條件為 這A1這等於125 這A10 這等於89 所以呢 我們這A10也就是89 這會等於A1 這是125 加上n-1 也就是10-1 這是9 然後去乘以d 那麼這裡我們得到9d 這等於這一項過去 我們用89 減掉125 那麼這是-36 因此呢我們算出 這公差d 是等於-4 那麼Dn項 an這等於A1 這125 去加上就是n-1 去乘以d d是-4 那麼這等於我們把它乘開來 這是-4n 然後呢負得正這加4 然後再加125 這加129 那麼我們要讓它是負的 這是小於0 所以把這-4n 移向過去 我們得到4n 是大於129 所以呢兩邊同處以4 我們得到n 是大於 4分之 129 那麼這等於 這是32 又4分之1 因此呢我們要取 這n 是等於33 這個答案 所以呢 第一小題 我們在第33項 開始出現負數 第二小題 色子數列 前n項的核 為xn 求xn的最大值 那麼因為 我們在第一小題 已經算出 在第33項開始呢 會出現負的數 所以呢 這前面的32個項呢 都是正的 所以呢我們把前面32個項加起來 這個值呢會最大 如果再多加33項呢 因為這是負的 所以多加會使它變小 因此呢 我們x32 就是我們要求的最大值 那麼我們使用 這求合的公式 這等於 2分之n 這n是32 好 去乘以 2乘以 A1 A1是125 去加上 n-1 也就32-1 這是31 然後去乘以D D是負4 好 那麼我們算一下 這等於 32除以2 這是16 好 那麼去乘以 這裏面呢 這裏面呢 2乘以125 這是250 好 加上31 去乘以負4 那麼這是負的 124 加上負的124 就是減124 好 那麼這等於16 去乘以250 減124 那麼這是126 所以呢我們相乘的結果 我們這裏的答案為 這是 是2016 這個答案